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剛剛講的問題 今天這個題目就是Journey of Grey Over 10 Years 就是大概我十年來所畫畫的東西 但是大部分來講著重的作品大概是在我國中的時候 所以我想問一下有人寫過圖文日誌嗎? 就是寫然後還畫了一大根畫這樣 其實這有點像我當初的圖文日誌這樣 但是都是一些男生的東西 我想問一下這邊有那個魔戒之謎嗎? 魔戒謎有嗎? 魔戒謎 拜託你這樣去 我本人 那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嗎?魔獸謎嗎? 這本來都是男生喜歡的東西 就等下收拾這些東西啊 不然女生看起來 這什麼啊 所以我們從最早開始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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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這時間才還原嗎? 沒辦法 然後這個就是從我一開始 大概我國藝進來的時候 那時候20000最重要的舞點就是魔戒上映 那這魔戒上映的時候第一次國中出畫 這好像不是一個非常多 就是說那個是雷鋒塔 各位原理的那個樣子嘛 就是第一次哈比人躲到的那個地方 好像 對 你是不是畫太爛了 對不對 心中之後 看完了這個魔戒的這個電影設定 覺得 哇天啊 這我一定要先Copy一份對不對 趕快先模仿先 對不對 所以這次當初就是模仿的這個 模仿他新 模仿那個當初的這個魔戒的這個設定 對不對 這個 後面是閃電交加 然後心中那個時候國中來講 特別的澎湃 對不對 哇心 這我一定要把它看 然後 喀米起來 對不對 然後 你不要亂按 不要開 熱血啊 太熱血了 沒熱血了 冉住 講故事 你這個心中的戰神 就是簡直就是殺半獸人 對不對 耶 那個 你看他心中的多目了滄桑 你看國中生就在描述這麼滄桑的感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就想說我先都問 接下來就說那我 那時候當時還有一款很紅的遊戲叫做什麼你知道 暗黑外神 暗黑的外神還暗黑的外神 Diablo Diablo 蘇華社這個原作也要加進去 對不對 尤其是你知道這張圖最親自的地方 最親自的地方就是在那個骷髏頭 你看光明裡面這個操作上面 就是我說這個 操作那個新衣的光明影的 黑暗感 對不對 這張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洛翰騎士 各位看他本身的完成度並不高 可是他其實是一張完整的樹 哈哈哈哈 所以我必須要講一下 樹苗不是要把整張完整才叫完整 其實這張就已經算是一個整張完整的樹苗 因為他基本的光明影的 的樣式都已經達到了 其實他就已經算是一個樹苗的文 就是他已經把快面已經分割好 其實他就已經算完成了 那時候畫了完了這些西洋的元素之後 那中方的元素怎麼辦 一定要加點中方 我們說華人嘛對不對 講話不太矯形對不對 那講華人對不對 浴門關就是心中的難和淚對不對 這是聰龍的這個賽外的風情這樣子 所以這特別的有感覺 特別的有感覺 然後再加上一些不同的元素 因為我本身對於那種 就是fancy的那種 就是奇幻文學非常有興趣 然後再加上一些 這個是奇幻文學的那種概念 再加上一些中國風的 加上一些中國的元素 然後說你看 特別在蒼蒼 這當時讀到了一首詩啊 這詩為描述的這個賽外風情對不對 佇立在這個賽外之中的這個 的這個城牆 這有點像東門 有沒有感覺 其實這台北是東門 會加上一些 會加上一些自己的想像 這是你的想像嗎 特別有感覺 我還有五分鐘 然後說接下來這個就是 那時候我再回到這個 我今天很危險 國二的男生特別沒實幹 就趕快看這個東西 就是那時候跟這個 矮人的這個 這個礦坑有 礦坑當初 摩瑞亞有關的 這時候的場景 電影設計場景 對不對 然後這個走向的更細 給我們這個刻的非常細 你知道 刻到連紙都壞 仔細看一下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邊 有一個非常大的凹痕 這我有點要講這個凹痕 這凹痕就代表你已經把紙劃壞了 我明天已經畫到就是說 那個連那個 橡皮它 然後擦也差不掉 他已經刻進了那個紙和一個纖維裡 看一下 對 然後這時候都是經典的這樣子 他當時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當時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特別的分數 因為那個考試的時候 考不好的馬 馬上就要激測了 你知道嗎 就是你在畫這台考不好嗎 對 對 你看我心裡都能躲我到憤怒啊 我心裡很罵 你為什麼考這麼爛 對不對 因為當時美術班 這個 要兼顧畫畫 要兼顧考試 我當然選美術嘛 對不對 他怎麼選美術班呢 對不對 所以你看每一張 我盡量心裡的去刻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這張看起來 對不對 這個 雖然這張看起來很憤怒非常的野蠻 可是我嘗試的試的表白 就是說這個 慢收人他是具有文化 這是主文的這個姿勢 對不對 像這樣 然後這個頭髮的這個樣式啊 然後這個 關於這個耳環啊 對不對 戴一下耳環對不對 雖然說好像聽說戴左邊有點怪怪 對不對 哈哈哈哈 不要喝醋啦 我們現在呢 但是就是 增加一點不同的風情啊 就是說這個 以這個 視角 改觀一點不同的視角 然後來看一下 對不對 是有種心曠神明的感覺 對不對 因為後面有種 虛無飄渺的這個境界 對不對 所以最後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剛剛畫了那麼多非常重口味的東西 對不對 我覺得他畫這個 去有一點 就是比較 凌空的感覺 對不對 有點像那個 那有點帶出一點黃飛般的氣息 對不對 有點空靈 對不對 對 對 這 有種這種少女感 對不對 雖然是 你知道 唸美術班的男生 最特別的就要怎樣 就有顆少女心 對 哈哈哈哈 完了 考真爛 果然馬上就先畫廢墟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覺得心中不行啊 可是當時這個 三權這個角色 對不對 這個 絕對不行 人家都會堅強 所以 剛剛是我的圖文日記啦 其實剛剛那有些話 為什麼 我的標題就下十年 其實有些話 可是剛剛這些話 我剛剛說 大部分是在國中時期 完成出稿 其實最後的時候有很多 就是因為 就是國中畢業的時候 因為我後來就比較不要在念美術 結果 很多事情就變成就是 我 這個 在把之前的東西補足 然後希望把這個東西更完整 然後就 讓我當時的心情 更 更昇華 就是說 你對於一件事情 會有 會有不同的感覺 那我是覺得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件事 就是說 各位知道 這個 唸美術班最苦的就是說 也是從基本功開始 大概是從素描 素描跟水彩是必學的 素描跟水彩 素描跟水彩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為什麼 所有的人都一定講 你水彩還沒學成 水彩跟素描來講 一定先學素描 然後再學水彩 那為什麼一定是這樣安排的原因是 而且所有人都會說 素描是基本功 因為素描 各樣的表現 你要怎麼用單色系 來表現 來表現你的情緒 要用單色系 來表現你的情感 要用單色系 來表現一種感覺 其實它就是層次 所以就是說 它就是一種層次的感覺 讓你知道說 你要怎麼去調控 一個灰階的細膩 當你有這個細膩度出來之後 加上顏色之後 因為顏色是更複雜的 顏色除了細膩之外 還有各種顏色的霧 所以 我想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這個過去 算都是一些男生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 還是蠻糊的 還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為畢竟 我想真的 這個是我第二次拿來分享 我之前 所以 謝謝大家 謝謝